这里可爱一点 你好 你好 我想可以问你两个问题 这是录像的吗 对对这是录像的 就是说做一个像那种客体类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中国的男性 对于结婚的那种观念 比如说他希望他的女朋友 就是结婚对象了 希望他是处女吗 还是不在意还是在意的那种关系吧 没有就是随便 如果你不想回答也可以 如果想回答就最好了 一人二一吧 有人介意有人不介意 那你自己呢 对我问的是你 问我 对啊 应该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 那你呢 你介意对对方吗 会像吗 我 不介意 不介意啊 哦 女性不介意 男性有一点介意是吧 哦 所以那如果他不是呢 不是你可能嘴里不会说 哦嘴里不会说 哦 哦 心里会有一点介意 有一点点便有 哦 便有啊 那那对啊 如果到了要结婚的那个时候 那自己肯定也不知道啊 不问就是了嘛 哦哦 你会问的 但是会可能会讨论吧 是不是啊还是不是啊 这一种的 是吧 那个如果到时候他说 他不是 那 我觉得不会主动说的 哦 他不会主动说的 哦 不会主动问他是不是 是啊 哦 但是有一点介意了 那如果要结婚的那个时候 你不会问他吗 还是 你不想知道 不会问的 不会问的 哦 万一不是呢 哦 对就是万一 所以如果真的不信了 所以不会啊 不问了 哦 这样子 所以女的就 就不 不介意这个方面 哦 哦 好的好的 诶你们 穿戴蛮可爱的 两个 这个视频是要 用来做什么呀 哦 就是 哦 对对对 然后 如果最好的话 就可以 放在那个视频 像那个优酷啊 上面那种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他的脸 可以拿一只猪当中 哈哈哈 没关系 没有做什么坏事 就访问一下 没关系吧 没关系吧 好谢谢你 等等看一下 你介意对方是那个 呃 富男还是不是吗 没什么 哦 这个我回答不了 对 呃 有时候你嘛 你觉得跟那个 比如说你要结婚 娶一个老婆 是吧 你希望对方是 出名吗 你是干什么呢 问那个年轻人 在前面 哎你好 哎想想问你几个问题 我也不是这个本地人 我也不懂 你是学生吗 是啊 学生啊啊 没有就是 我那个做一个 客级就是 问的那个 比如说 现在年轻人嘛 中国年轻人 他不过找对象 找那个结婚对象 找女朋友啊 那种的 如果要结婚的 他介意 对方是处女吗 对方是处女吗 这个问题他那个 我还不常 不懂他恋爱 你多大 我十八 十八还不懂啊 十八了 十八就是成人了 不懂啊 不懂啊 那你介意吗 我没这种情节的 我不懂 不介意咯 就是没有这个情节咯 是吧 不是啊 不是啊 嗨你好 你好 你好 可以问你们一两个问题吗 那个 关于那个 中国的 哎呀 不要走 这是准事问题啦 问一下了 哎呀 不要走 不要走 好问问他吧 你好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所以 问题就是那个 嗯 中国社会的一种问题 就是说结婚 对象结婚的那种 嗯 我也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不是想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是哪里的 安徽 安徽啊 你结婚了吗 谁都不结婚啊 哦 结婚了 好吧 哦 是你老公吗 这位 不是啊 哦 一起上班 工作的 嗯 不是我问 我问你一般的人 就是说 因为现在 呃 年轻人找 找女朋友 找男朋友 结婚嘛 对象的一种是吧 我就是问他 如果他 要找的话 呃 你听懂吗 我刚刚说的 说的我没听懂 蛤 没听懂 没听懂啊 哦 好吧 好吧 好谢谢你啊 听不懂 好 哦 对 好